您進到這邊我廣播一下 現在還是視窗廣播 所以各位比較方便 那我們這裡面主要會有五個會用到的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是用到這一個跟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簡報的部分 跟所謂新制度的部分 那其他的是比較輔助的 那我們先從這兩個把它安裝起來 FocusGuy呢這是國際版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它有兩個版本 那安裝的你大家都很會 對不對意思意思OKOK同意同意 你都不要看過 那個有沒有被賣掉對不對 好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好重點來了這裡有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現在軟體在安裝的時候除了會有桌面的解禁外 常常都會要求你 還要加一個這個 這個是哪裡 稍微留意一下就是把它放在下面這裡 這叫快速啟動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放在這邊 因為它怕你忘了它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把那個地方勾掉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的S-Mite 是我們新制度的使用軟體 其實事實上它有免配版 應該說叫免安裝版 也有雲端版 那安裝只是為了方便 各位 待會你要打開檔案的時候比較快而已 其實實際上你用免安裝版都是可以的 好那這個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就直接一樣 大家都一樣都會希望你把它記住它 所以呢 你一樣可以把它取消 那所以 兩個軟體你就像這樣子 很快應該就可以安裝完成 就可以安裝完成 那右手邊這個 你把它執行之後 我們FocusGuy呢 預設你裝起來之後會是英文的 英文的介面但是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怎麼樣把它切換成中文的語氣 中文語氣 所以還蠻快的 那右手邊這個S-Mite的時候呢 您就稍微留意一下 安裝版沒有問題 但是它第一次執行的時候會要求你安裝一個 問你要不要安裝一個網路共享的一個通訊協定 那大部分大家都是用單機比較多 所以其實那個是不需要 有沒有 好那個是不需要 好 這邊 我們的FocusGuy已經執行好了 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有沒有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只看你電腦速度而已 好看你電腦速度 那進來之後我先跟各位講一下怎麼變中文好了 好您從這個地方 左上角這裡 來您看一下左上角是有一個help 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help 進到 Display language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嘛 不讀字易看字型應該知道意思嘛 好所以你選好了之後 選好之後你的這個軟體需要重新啟動一下 他就 重新啟動然後就變成 中文就是我們講的正體中文 好你看我把安裝可以關掉 那關掉的時候呢 他會跳這個 因為他有不同的方案 我們原則上用免費方案其實就夠了 好那如果說你覺得真的有需要比較多的你可以選擇付費方案 其實現在軟體的趨勢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 釋出一定的免費的東西給你 可是呢我不要怎樣 讓你直接買斷 所謂的買斷就是說 你現在很多是不是都用租用的 對不對 好就類似像這樣其實好我close掉 那 等一下呢我們再把 Focus Guide 桌面上已經有捷徑了 你就可以再把它執行 你就會發現這樣就有我們的 正體中文 有沒有這樣就變中文了 你在使用上可能就沒有問題 那 另外這邊呢 我們的S-Mine 安裝完了之後 Readme就不用看了啦 就直接 這個 執行 您進到這個 防火牆這邊啊 你可以允許他存取一下 沒關係因為他會在網路上去check 好那 重點在這邊 很多人在這邊就OK了嘛 但是 這裡 你要不要傳送資料隨便你啊 只是預設有勾有沒有 有看到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如果不想要傳送私人資料 OK 這樣我們 就進來了 軟體就這樣OK了喔 所以S-Mine比較沒問題 進來就是中文的 不需要再做轉換 他很喜歡的 有其中小小的 可以看到 有其中的 有其中一 我 有其中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